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子萌先生來開槓的節目 那今天子萌邀請到的是我在高一念書的時候的好朋友 榮軒 哈囉 那大家應該知道子萌說的高一不是高中一年級 我們知道是高中醫學大學 很多朋友都會說 哎呦,你是讀過了,我讀高一啦 蛤,你那年紀那麼大,那還在讀高中一年級 不是喔,是高雄醫學大學 啊,我是林子萌醫師 那現在也是時代力量 左營男子區的事緣候選人 啊,很高興今天又在空中相見 啊,自己 我要開槓的內容是 一個醫學生的養成啦 那我想齁 很多朋友 都會接觸到醫生 是怎樣 因為我們都會拍背 可是醫療這個面貌 對多數的聽眾朋友來講 可能也是比較陌生 那加上前一陣子 大學也剛放榜 很多朋友 也許就是你的孩子也剛上大學 對,那到底醫學院是怎麼樣 我們就請高一醫學系畢業的 許蓉萱醫師 來跟大家聊聊 哈囉,榮萱 你好,子萌 大家好 榮萱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說 你是高中是哪裡啊? 從哪裡畢業的啊? 我本身是台南人啊 我是一個台語很不好的台南人 台南人的話 那個時候就是讀台南女中這樣子 台南人但台語不好啊 對,是是是 台語不好啊 台語不好啊,跟我一樣 沒想念 現在年輕人 講台語困難了 但是 其實 聽眾朋友也知道 其實在台南啊 高雄啊 很多 長輩齁 還是以台灣話為主 所以子萌也因為這樣 所以因為看診的關係 也讓我台語越來越好 那也謝謝我的這些病人 容忍我的爛台語 那甚至在看診的時候 我都來跟我的患者說 你可不可以教子萌幾句 比較道地的台語 讓我之後 也可以講得比較冷等多 我跟你說齁 你的牙齒靠我啦 餓了牙齒 我的台語靠你們 對啊 行這樣 是呀是呀 容忍我想問一下 當初怎麼會選擇到 醫學系這邊來念呢 很多人都想說 是不是就悲天悯人啊 應該這樣 應該我想每個人 應該都有一些原因對不對 這次問題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通常像醫學系啊 就是在台灣大家聽到 就覺得 就是感覺很厲害 考上醫學系 那剛剛怎麼問這個問題呢 也的確是 我們這種 當初醫學系一年級進來 都會去吃一個叫 直屬巨 直屬巨 我這邊幫 聽眾朋友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直屬巨 因為 在大學裡面 一般大學是念四年嘛 養一系六年 醫學系七年 當然現在醫學系也一樣啦 都是六年了 那進到醫學院的時候 會有一個直屬家具 就是我們會幫忙配對 一年級到六年級 都會連成一條線 這個叫直屬鏈 那常常就會去吃個飯啦 那更重要就是 讓這些新進來的學弟妹 可以很快融入這個家庭 甚至啊 這個關係還會持續到 當醫生之後 都會一直連接著 像我自己經歷過的家具 我自己一次高一阿醫嘛 我們家 每一次家具都有二十幾個人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 到底有多少年級的學長 都會一起回來 最高還有八零級 八零級等於就是 民國八十年入學 都還會回來 這感情實際其實還蠻深的 所以幫各位聽眾朋友解釋一下 剛剛榮軒說的直屬巨是什麼 那在直屬巨的時候 學長姐學弟妹大家圍在一起 大家最喜歡問的問題就是 大家一定馬上 新學弟弟子 馬上大家看向一年級 才剛進來的學弟妹 馬上問說 剛剛考上 趕快問說你為什麼 所以我在一年級的時候 也被問過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怎麼回答 那其實在台灣的話 就是 就我自己的狀況 那不曉得其他人是不是這樣 其實有的時候 變成說 在一個環境裡面 你要說真的是悲天迷人 其實 那可以是一部分的原因 那不過更大一部分原因 我自己是覺得說 台灣的就是社會的環境 有的時候對於科系的介紹 可能沒有辦法讓就是高中生 真的知道說 每一個科系到底真正在 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比如說我高中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生靈系 生靈系 或者說一些我比較不熟悉的 一些建築系 那具體來說是在做什麼 然後進一步他又可以變成什麼樣的職業 那也因為如此 又在升學的一個環境下面 那難免 然後像我自己也是有重考一年 那在重考一年的過程中 我原本的目標其實也沒有那麼說一定 我就是要考上學系的狀況 可是到最後就會變成說 好像說 分數也差不多 你考的 對 通常說可能就是反而最常聽到答案 其實是分數到了 分數就到了 不要浪費 分數到了 然後就是 欸 那就是看說 你能夠錢哪裡嗎 離家近就錢 離家近 然後最後可能頂多就是在 要醫學 還是在牙醫中間做選擇 腰擺就對了 如果你沒有真的 自己原本就很確定要走的方向 就算你有 如果說家裡面其他人 就是家庭裡面的因素 跟你的期待 又有衝突的話 又會要面臨一次的一個 家庭裡面的磨合跟討論這樣 對 所以就我自己的話 一部分可能是分數的原因 一部分當然就是 欸 畢竟是在重考班的環境 還是會有點耳朵默然說 欸 是不是真的考上不去讀 那就真的是 可惜 可惜 沒有辦法就是看到更多 就是 機會這樣子 其實各位聽眾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啦 其實 要考上醫學系 像牙醫系 嗯 是 在現在生學環境來講 是真的有一點點競爭 光是我們班上 就高醫牙醫 我自己的班上 其實 全班 就超過一半 都是重考的 醫學系應該也差不多 對不對 你們大概比是怎麼樣 醫學系的話 應該說 應屆生 跟重考生 雖然我不知道 真的就是特別的比例 不過重考生 不會是少數 不會是少數 因為頂多可能就是 四四六 之類的 這左右這樣的一個比例 然後當然也是會有應屆生 對 對啊 所以我們才會說 後來 我後來其實也有當過補習班老師 我都跟我的學生說 如果你的目標真的是醫學院的話 一次考不上不要擔心 因為現在全國 我醫學系下亞益西加起來名額大概 將近兩千個 一千八百到兩千個 這個裡面 有一半 是被重考班的這些大學長大學給站走了 所以就不用覺得太難過了 是真的比一開始預期的還會再難一點點 那很有趣的是 就我自己也是重考的 因為有一些聽眾朋友可能知道 子萌我原本是一個老師 我從台灣師大生物系畢業之後 我曾經在學校教過書 有小過一陣子 那後來才回到醫學院的生活 覺得很好笑的是 我到高一念書的時候 發現我以前的學生變我學姐 哈哈 就是他們是念醫學系的 就變成 欸 在上大體業務的時候剛好相遇 你知道嗎 然後他都跟我說 欸 子萌老師我現在要叫你學弟還是老師 這大概一次只有我才會遇到這個特殊狀況 對啊 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重考的經驗嗎 就是那段時間 欸 重考的經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說 便當很難吃嗎 這應該是其中有啊 有的時候會吃便利商店 其實都是因為下課時間很短啊 馬上去 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說 那個時候齁 就是 課宇 課堂 就是課跟課中間 因為我們教室外面都會放一個 大白板上面就是 就是訂了很多當天的報紙 然後把它切 切完然後把它直接磁鐵 讓大家去看 是實事嗎 欸 就是應該也就算一部分了 可是那個時候最大的感情就是說 已經是 就是無聊到 就是說 我是每天都會把報紙上面 一字一句全部看完 就是那種說 就算是我自己 不感興趣 對 或者說欸 這是當天有些讀者 就是文哉啊 就是大家投稿 我一個字一個字的把它看完 每一個字 對 所以就算我沒有興奮 可是那時候已經是 也算是一種就是 讓自己放空 對 那種壓力 然後下面讓自己說 欸 竟然會去做這件事情 重重了之後 我現在都是完全不看報紙 變成不看報紙嗎 對對對 那其實音樂品本來就沒有那個習慣 可是那個時候 加上是環境可能也是比較封閉一點 啊然後也沒有說就是 那麼多就是 也沒有說真的要玩手機遊戲 所以在準備考試 一個紓解壓力的方式吧 變成說就是真的 那一天一整天 真的報紙都是看得完的狀態 這個我有一個類似的經驗 榮萱我跟你講 還有各位聽眾朋友 那個是我在重考 等那個時候 當然也經歷很多啦 包含我當時 那算算已經幾年前大概 喔好久以前了齁 那個時候我 因為我原本念師大嘛 當時有一個女朋友 嗯 那我們也交往一陣子 她也是師大的一個學妹 原本我們可能準備要那個 也許可以更進一步了 那可是因為我後來 就我後來就是轉換跑道 是 我們就離開 就分開了 那當時當然也是覺得心理很壓力很大 再加上重考班壓力也很大 真的 那有一次我回到宿舍的時候 發現我室友 放了那個三國演藝 嗯 放在桌上 很厚一本 那這麼厚 就羅冠宗的三國演藝 這是我們學過的那個羅冠宗 嗯 嗯 我就把它翻開來看 它是白話的文言文 你說 也是有一些參掌一些文言的東西 但是偏白話 所以我們是可以很輕易看懂的 嗯 結果我那段時間 現在把那本看了四遍 四遍喔 我把那本三國演藝 對三國演藝羅冠宗 從頭到尾一字不漏 真的是一個字一個字跟你一樣 完全看完 我完全知道你們講什麼 至少看四遍 百分之百 而且我甚至會在下課的時候 十分鐘嘛 我就趕快回來 因為我們的宿舍就在教室樓上 我就會上去翻個三頁野手 只是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這種 就是壓力很大 但是又窮極無聊 因為是一個很重複的生活 所以任何一點點跟課本 跟重考無關的東西 都會變成我們高度的紓壓管道 我猜你會去樓下便利商店買東西 是不是也是 給自己一個理由去買東西 換一個環境 對對這個有幫助很多 幫助很多 這個想一想 就覺得對榮軒這個說去看報紙 很有感覺 當時就是這樣 真的很無聊 但是 後來結束的時候 也在重考無關認識很多朋友 真的是這樣 這好像是我 子萌我之前在當兵的時候 大家知道我在哪裡當兵嗎 一定猜不到 看到我現在這樣跑跑 我當時是在海軍陸戰隊 99旅 就在高雄 這也是因為 當時 考到獄官的時候 就心裡很高興 想說 預備軍官應該是 會比較好 那當時先抽第一輪抽籤起來 海軍 那我就覺得海軍很棒啊 穿白色的制服 好像又可以上船 那覺得 可以去遨遊大海 好像是一個滿不錯的經驗 結果後來抽單位的時候 我教官過來跟我講 他說 子貓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希望你先冷靜 今年海軍所有的籤 都是陸戰隊 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海軍陸戰隊 我才意識到原來海軍陸戰隊 真的也是海軍的一部分 馬上升級 真的馬上升級 所以我心裡就很害 想說完了完了完了 所以馬上就跟那些天堂路 蛙輪部隊連結在一起 但是其實海軍陸戰隊 也沒有到那麼的嚴格啦 可是因為畢竟是海陸地胸 其實我們對自己的體能 也是有相當的要求 那到了陸戰隊的時候 因為有句話嘛 以指揮官的體能為最低標準 對那所以我也必須要 必須要把自己的體能練到相當的程度 不然我帶執行的時候 會沒有辦法那個帶頓 那後來也真的練得還蠻不錯的 做個一兩百下服役隱身 在當時的我和所有海陸的弟兄 真的是很簡單 很基本的事情 也因為這樣 其實我們海軍陸戰隊的這些朋友 不管是當時的班長啦 還是我們一樣都是銅牌的 還是阿兵哥 其實到最後我們退伍之後 都還是感情很好 因為 經歷過那樣子 對太辛苦了 有一次齁 我到眷村去拜票 介紹自己 我想聽眾朋友也知道 我們時代力量和子蒙我自己 對於台灣未來的主權想法 當然是很堅定的 我們就是走 我們就是台灣獨立 我們以台灣人為驕傲 我們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為榮 結果去那邊的時候 可是我還是要去眷村拜票啊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高雄市民 都是我們的一份子 我身為一個要當高雄市員人 我不能心裡有顏色 即便過去大家都以為 眷村是藍的 但是我相信 我們今天要走的新的政治 我們就是要擺脫用藍綠的 有色眼光去判斷 政治人物跟我們的民眾 我們今天純粹很純然的 用自己的心理接觸 結果那一次我去眷村 我進去就是說 你好我是 實在力量的林子蒙醫師 然後我自己也是 海軍戶戰隊的議員 他很高興這次回來這個地方 我知道 這裡有很多 我們以前海軍的長官 和弟兄在這裡 讓我以一個完備的成分 來跟大家認識 希望我可以用我的專業 用我醫療的專業 到市議會裡面服務 有一個將軍就站起來 他說 哎呀 紫蒙是我們海陸的 今個 我也是黃復興黨部的議員 但是 紫蒙是我們海陸的弟兄 是我們海陸隊員 我們今天一樣的辛苦 所以我邀請大家 一起來支持這個年輕人 一起支持紫蒙 我用我某某某的名義 我們就是支持他 我瞬間會覺得 哇 連海陸的辛苦 真的超越我們一般的人的 藍綠的眼光 其實那一瞬間我覺得 還蠻感動的 就是 我們共同經歷 所以 榮軒剛剛說 在那個 重考的時候很辛苦 真的是會認識很多 很好的朋友 對啊 那時候還有聯絡嗎 蠻好奇 應該是說蠻多 就是那個時候 差不多 看到了 後來就會變成 同學 後來就 更熟了 更熟了對不對 我們也是 就是等於是 當時重考班的戰友 後來就變 一起念醫學院 變同學 然後幾乎就是 班上 如果是重考生 大家也差不多知道 可能哪一群日平 他們都是從哪一間 對 對 其實在醫學院裡面 最大的勢力是重考班 真的 也可以這樣 對是哪一間重考班 因為每一次來就 十幾二十個人 真的就是這麼多 還蠻好玩的 欸你那時候在台南嗎 還是在高雄 那個時候 主要還是在台南 台南那一間 對就是離家裡 那個時候是在 宏達 對宏達沒錯 靠近火車站 高雄是那個 例行 對 不過我是從 中部重考的 跟這兩間 比較沒那麼熟 OK 那 那 就今天現在跟大家聊一聊說 就是 醫學院啦 怎麼考進來醫學院 我們都是重考的 所以 有時候 志願第一次沒有考到自己要的 其實對某些朋友來講 是有挫折 那其實就是接受 重考是其中一個接受的方法 就是重新挑戰 那當然 我們也都知道人生的路 不會因為當時的考試 上哪些學校 可能科系就一反風順 當然 絕對不可能 如果人生那麼簡單就好了 嗯 可是我都知道其實不是 所以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心很重要 就是 嗯 有人都問說 就像剛剛問說 你為什麼要來念醫學院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選擇 其實我覺得 我到現在的體驗就是 很少有人 是很堅定 很堅定的說自己要什麼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我反而會懷疑說 你還沒經歷 你怎麼知道是怎麼樣的 嗯 往往我們可能都是在一個 確定和不確定之間 百搭 猶疑啦 嗯 我覺得自我懷疑才是個常態 嗯 我甚至覺得 我們要去接受自己不完美 就是我們會去疑問 那我們去疑問的時候 我們體驗到 我們去承受它 然後進而去 去克服 那我覺得這才是 我們要去 去接受的 那我是時代力量 林子萌醫師 那也是左營 男子區的世源參選人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在高一的 好朋友 榮萱 許榮萱醫師 來跟大家聊聊 那我們 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 子萌先生來開槓 我是林子萌醫師 也是時代力量 左營 男子區的世源參選人 那今天子萌邀請 我大學時代的好友 許榮萱醫師 到節目上來 跟大家聊聊 一個醫學生的養成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 也稍微了解一下 喔 原來 我平常在醫院和診所 這樣子的 看起來有點嚴肅 或者是風趣認真的醫師 原來當初是經歷這麼多 我才真的變成獨當一面 好 那等一下 我們要來聊的是說 到底進到醫學院的時候 生活是怎樣 其實榮萱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 不管是醫學系 牙醫系 都有一個很特殊的制度 叫做共筆 對不對 是 共同筆記 那共同筆記是什麼 我先跟空中的朋友 稍微解釋一下 共同筆記指的就是 由全班分組 大家一起來編撰 一本上課的筆記 你可以想成 就是我們寫的參考書 那反乖講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需要 會問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要念的書 太多了 真的太多 所以一定要大家分組 假設像我 以我們牙醫系來講 比如說 固定補綴學 固定補綴學 其實就是做固定假牙 固定補綴學可能 就要有十個同學 輪流來做這份筆記 那如果是牙周病學 可能用另外十二個同學 來輪流做這個筆記 大家就輪流 上課的時候 就要拿錄音筆 或者是用電腦錄影 然後現場做筆記 因為老師會說 哪些地方是重點 哪些是要考的 那通常 今天的課程 在下個禮拜之前 一定就會出來 就印刷出來 那大家就會拿起來念 這個就叫 共同筆記 那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然後容詢可以 跟大家聊一下說 你們醫學系 共同筆記 為什麼會需要 好像你們有一個叫 BLOCK 對 那BLOCK的話 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就我們以前 因為像我 還是讀七年的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大概可以 兩年兩年 這樣的一個區間來分 那剛剛子萌講的BLOCK 就是說真的有非常需要 就是說幾乎真的都會這樣 緊鑼密鼓的做共筆的一個籌備 嗯 的話 就是這個BLOCK是在三四年級 啊 不過當然一二年級的一些 基礎科目 也會就開始先做 啊 可是到了三四年級 那個量真的是 那個量真的是 就是多到說 就是 通常都是在除了附近的影音店印 那量多到說 就是說 你只要認識影音店的老闆 就是他知道你是 欸 醫學系 要印很多共筆 多到說 你不管你要去印什麼 比如說你要去印其他 通識課的一些什麼 他就要算你不用錢 他就要算你不用錢 直接不用不用錢 不用錢 因為量太大 那個共筆的錢基本上 就已經有很高的 對啊 所以說我們大家每個學期 也都要繳一筆共筆 一應的費用就適合 欸這邊我先暫停一下 我幫聽眾朋友解決疑惑 剛剛徐龍軒醫師說 兩年兩年一個單位 什麼意思呢 通常在醫學院 如果是醫學系的話 一年級到二年級 這是基礎科目 或者是通識科目 是 上的醫學的專業成分 比較低 可能大部分都是 像是微積分啦 然後普通物理 普通化學 頂多在一些 比較周邊的科目 深化 比較基礎醫學的部分 當然三四年級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 臨床課程 就是剛剛說的block block 是英文 那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然後解釋給大家聽 可以請搶成是 模塊的學習 模塊 模組的學習 對 那現在高一醫學 用的方法是 用系統對不對 對 身體不同的器官 對 用身體不同的器官 比如說循環器官 是嗎 是像這樣子 它變成是一個模組 那這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就專門上這個 模組的課程 所以才叫做block 就像是磚塊一樣 層層疊疊 把人體相關的醫學知識 把它堆疊起來 那這是三四年級 要上的課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的是 一二年級上的基礎科目 那三四年級 進入到臨床科目 重點來了 五年級就是要當 階級醫師了對不對 對 就是直接進去 就直接進臨床了嘛 所以等於 就要在兩年時間 大家要把 臨床的知識 充分 充實到相當的程度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真的還蠻累的 那剛剛榮萱說 喔 影音店老闆都會很認識 是的 真的是一次量的 共筆的數量 真的 多耶 對 像考一次其中考 應該整個共筆 把它疊起來 就像跟人差不多 就要半個人吧 如果說 像我們有人畢業 就是會把 就是 這七年的 共筆 真的疊起來 就是應該是可以超過 一個人的高 那絕對 絕對超過 因為 像 像我們考一次 其中考 我們考個 假設考個 十個科目 八到十個科目 那每本共筆 大概十本嘛 那我想就是 考一次 考一次其中考 大概就要念八十到一百本共筆 差不多啦 應該也差不多 那八十到一百 一本假的這麼厚 那八十 十本大概就這麼厚 那一百本大概就這麼厚 這就是我們一次考試 要念的內容 欸這個就是半 半生了 半生啦 三分之一到半生 嗯 就不容易 所以真的一定要靠共筆 八就完全不用睡覺 對啊 阿倫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就是做共筆 這個學習有什麼樣 就特殊的經驗嗎 好像很多人應該也會滿好奇 嗯 共同筆記的話 就是 我們會就是分 一小組一小組 那像我們這種 就是如果可以真的能夠支撐 這個做共筆的系統們 每班大概也是一百多個人 大家下去分 最後每幾個組 大概五六位 高一學是一百六十個人嗎 嗯 一百五十幾 一百五十幾 加學獸醫學系大概 嗯 再加的話大概就真的是兩百 兩百齁 大概兩百個人 嗯嗯 然後在做的過程中 我倒覺得比起內容的整理 因為本來每個人的讀書習慣 就不一樣嘛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更多的是人跟人之間配合 你怎麼跟別人去配合 完成這個任務的這種 感覺 我懂你的意思 這就像是慢跑 慢跑是自己的事情 其實把自己跑好就好 那以前在考試 念書的時候 這也是自己的事情 反正 不管多快我就是念完 我就考出來有這個分數就好了 但是共同筆記是一群 好像很會考試的人 他們要開始協調 怎麼樣配合 對不對 這跟之前很不一樣 沒錯 它只進入一個寫作的一個模式 嗯 對啊 那像我們以前都會有一個字說雷 雷 雷就是打雷那個雷 很雷就是 它做的工筆幾乎就沒有用 嗯嗯 對就必須要重做 對啊 反而會引起一些紛爭 嗯 不過那的確也是有那種真的是 被發現他真的是很盡心驚豔 有 的同學 比如說他要嘛自願當學藝啊 對 為了自己投入排版 因為有的時候那個排版不好看 你就基本上也很難去略讀 很難去略讀 那會有同學真的花了自己很多時間下去 甚至到說 他會有一點去犧牲自己讀書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那像這樣的同學就會讓人還蠻印象深刻的 很敬佩啊 對 對很敬佩 這樣人其實還蠻多的耶 說實在話都是有 都有很自動執法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我們牙醫系 有時候有考古題 對 就拿到珍貴的考古題 可是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那我們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 就會立個自動執法 把所有答案做出來給大家看 而且我蠻喜歡我們高一牙醫 我班上的同學 因為我們班有一個很好的工期 就是不藏私 而且成績越好的人 以幫助其他人為最高榮譽 所以如果有人拿到了考古題 或是有不會的東西 我們就會自動自發 組成讀書會 然後來幫這些人解答 那甚至我們班上也經常有很多同學 他們會幫大家上課 就是如果他這一頁的課 他特別會 他就會幫大家上課 像我自己也有幫別人上課 所以就是形成一個蠻正面的循環 所以就是 並不如大家外面想像中說什麼 是不是一群愛考試的 又在一起自私啊這樣 其實我在我們班上看到的是更多 互助合作 我覺得這樣的經驗也導致我說 到現在 不管是在時代力量 或是參與地方政治 我都會更傾向於 大家我們是可以一起努力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一致 我們真的是可以互相努力 讓大家一起向上提升 那我們接下來再聊下一個內容好了 就是剛剛聊的是說在念書 那到五年級進入到見習醫師 又是另外全新的階段 那容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就第一次走進去醫院的感受 第一次 那這個其實就有點像是 其實醫人仍從升上五年級 其實就有點半踏入職場 對真的 那當然踏入職場最大 大家就是一個共同的經驗嘛 就是說 開始你的時間 要被工作 就是所規定 那早上你應該要到的時間 你就是要到 那不能再像以前說 大學上課 低級 是有選擇嘛 你前天晚上太累啊 熬夜啊什麼 隔天就是晚一點去 甚至不去 都沒有關係 就開始是要對自己的工作 要有負責的一個態度 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第一天 就我自己的經驗會覺得說 進入五年級跟前面四年 那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我會覺得完全在念不一樣的科系 完全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因為從剛剛聽眾朋友也聽到說 像就是我們這類的科系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先在學校穩固一些基本的知識之後 然後再開始慢慢的引導進入職場 那前面都是每天面對書的生活 那一旦你有一天你覺得 我開始走進醫院 我開始看到我的學長姐跟老師們 都是在做跟人有關 而且我也有這個機會 去真的去有一個 我自己就是負責就是 照顧然後互相互動的病人的時候 我的生活開始有了更多人的參與進來 那個時候是我覺得很不一樣 然後也是覺得 感覺開始那麼有一點有趣的 開始有一點自己是 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醫師了 開始有這種感覺 就是 遇到比較多人 就是比較開心 對 真的是 對啊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前面要唸很多書 都說過 唸的書疊起來 比人高不知道多少倍 這樣 那後來到見習醫師的時候 我們一跨到這個 跨過去的時候 我們其實更重要的就是 跟人的應對 我還記得我在榮總 對啊 我在榮總的時候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我的第一個病人 真的 是 那個我第一個病人 那 因為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要幫人家拔牙 拔牙 那你也知道其實 被拔牙的人 多多少少都是會緊張 對 那你也知道 所有有經驗的醫師 也都有第一次 幫別人治療的時候 是的 第一次拔牙的病人 跟第一次來拔牙的醫師 這樣子我真的是很刺激 大家其實都很緊張 大家都很緊張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們不能展現出來 是的 因為民眾對醫師的期待 就是轉眼 嗯 我第一次要拔牙 其實我到現在 我是一個臨床的牙科醫師 我們拔牙 已經早就不知道幾百幾千了 到現在都已經很多了 可是在當下第一次的時候 真的 哪怕是最簡單的術室 我們都還要跟其他的醫師學長姐 討論 再次討論 我們還要畫圖 看說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棄些什麼 哪怕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第一次 要拔牙的時候 我就幫他一樣做消毒 然後蓋上洞巾 然後準備拔牙 然後我就問 我在那裡還記得我問他 我說 欸 陶哥你會緊張嗎 他說 會 他說真的齁 我也是 那結果那個患者就笑了 因為他覺得怎麼可能 對 然後我也笑了 我就說對啊 那後來我就幫他拿 當然 這一切都是按照我們的標準的 做業程序 非常順利 非常順利 包含從一開始打麻醉的時候 其實打麻醉不痛 有他的訣竅 其實我自己的病人 最常跟我說一句話就是 欸 怎麼意思 你剛剛幫我打麻醉的時候 都不會痛 嗯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很疑問 因為我小時候去給癌師看的時候 我還真的蠻痛 對 那因為在榮總的時候 我們有學到一些 怎麼樣子入診 會比較順利 那我要怎麼樣推藥 會病人的舒適度會最高 我把這些完全應用到 臨床上 我發現還真的有用耶 嗯 那我的第一次接觸的患者 他後來給我這樣回饋 他的回饋真的是 欸 已經拔完了 已經拔完了 原來剛剛我們的處理 對他來講是很不錯的 這給我一個很大的信心 我真的也很感謝 我真的也很感謝 真的 我覺得每一位醫師都很感謝 我們人生裡面的第一個患者 嗯 他的出現 對我們未來的臨床經驗 裡面有很大的期望 我到現在 每一次在治療患者的時候 每一次 我都把他當成我第一個病 嗯 我想說好 如果今天這是我第一個患者 我要怎麼樣子好好的照顧他 嗯 一直影響到現在 而且甚至我也同意 所以我先跟他說 其實當醫師 是一個跟人接觸的工作 嗯 我也記得 我有一次 有一個患者 是 就是我們有一個句話叫 Tr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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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 不好處理的患者 就是他要求比較高 是 是 我也是遇到一個 被其他劇情也說是 Tropel 因為他們就把這個患者丟給我 因為他們還在那邊說 處理不行嘛 就掉給我 反而丟給我的菜鳥這樣 想說 姑且試試看 我走到神經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面對的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疾病 嗯 因為處理疾病 比處理人簡單很多 對 我就花了時間跟他聊一聊 嗯 說 聊一下他的生活啊 聊一下他 為什麼覺得不舒服 我非常的認真的看待 他覺得不舒服這件事情 嗯 而不是當成說 啊 你是來洗麻煩的 是 我非常認真看待 那後來我發現說 原來他這個疼痛 他也來自於說 他自己家裡的壓力 大家可以想像嘛 就是 如果你自己家裡有壓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哪裡都怪怪的 嗯 他根本把這個壓力 導引到他現在裝置的這個家上 嗯 那我理解到 那我也幫他 幫他 告訴他說 我知道他現在的狀況 嗯 讓病人理解說 我在理解他 對 結果那個診次結束以後 他這樣跟我說 他不會痛 嗯 那後來他在回診的時候 心情都很好 嗯 就很快的治療結束 他也離開 離開 我們醫院 嗯 然後不要這樣 這也給我一個很大的喜怕 就是 醫生 治療的是病人 嗯 我們治療中又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疾病 就像我們現在要去處理 你即將 也許年底夠幸運 我也要成為一個市議員 嗯 我們處理的其實 原來是市民 是人的狀況 而不單單 只是說 啊 我是一個疑心 我有專業 所以這樣做就對了 不是 所以告訴我其實 就是跟人的互動接觸是很重要 對啊 那龍姓你在醫院的時候 有怎樣的經驗嗎 就跟人互動的經驗 欸 最開始有跟子蒙聊到說 就是 我雖然台南人不過 不會講台語 不太會講 當然醫院就是 開始跟人接觸就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啊 就是有一次好笑的 就是很好笑的經驗 就是說 我跟 我一個就是朋友 啊我們的台語程度都沒有到 不加上下嗎 對都沒有 不過他應該是比我好一些些 啊然後我們就去找病人 然後病人就是進到一個病房 啊然後比較多人住 就是大家把帘子拉起來嘛 然後我們就進入其中 我們去找病人聊一下 聊一下 就是我們練習台語 講到一個時候 欸怎麼 好像有點忘記這個詞 這邊到底要怎麼接著 欸欸 所以是 是醫學專業名詞嗎 對 所以有時候在轉換中間 沒有辦法就是 或者忘記這些 比較常用台語 怎麼講的比較簡單 然後在那個瞬間 我們本來要轉換為國語的時候 突然之間從隔壁的簾子 從隔壁的簾子裡面 傳來一聲 就是正確的解答 是病人嗎 還是 應該是病人 隔壁的病人 就後來發現我們是被隔壁的病人 就是 救了一發 所carry了 就是說 被救了對不對 就是被幫幫忙講出正確的 還怎麼講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覺得還蠻好笑 然後病人也是有笑出來 就是 欸 你們以前 被別人說台語 尤其又是在就是 南部的醫院這樣 然後也是一個還蠻有趣 那這個時候還蠻特別 就是反而 一些就是 不是那麼跟專業有關的事情 就是能夠 拉近你跟病毒之間的距離這樣子 對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高雄這邊的 就是 高雄的民眾 這些患者很可愛 對 很可愛就 很感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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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來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的關係 比較不像病人跟醫生 有的時候會好 有點像是朋友 有時候 因為 大家真的都會彼此給一些 很溫暖的提醒 什麼的 我自己 我記得有一次 我自己患者他是癌症的病人 口腔癌的 那 那個時候 我們其他主治醫師就跟 這個患者 就宣告 說 這個就是 一個默契的癌症 那他還是很難過 大家可以想像 就哪一瞬間這樣 那我是負責照顧他的 的 實習醫師這樣 那一路看 這一對夫妻 是老公 老公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那種 有一個 那種 就在這邊 就很大的 後來又腹斑 那我都會幫他換藥 那 我記得花了一點時間 都會聽他們 在 講他們這個過程 對 那 也看到他們 漸漸接受 從一開始正經到漸漸接受 那 甚至 甚至 決定要好好利用 剩下時間過一個更好 那我覺得這段時間 有機會陪伴他們 是件滿棒的事情 對啊 所以才會說 其實 能夠當醫師是一件 還滿幸運的事 是 對啊 那我有點好奇 任何榮萱 你現在 就訓練完了之後 你現在還是當醫師嗎 欸 我算是跟 大部分同期 或甚至是 就是很多 就是醫學生不太一樣 就是說 像比如說 現在大家一般畢業 就會開始去找工作 對啊 找一份正式的 一般都是這樣 突然會成為一般住院醫師 我們說 Postgraduate Year 就是簡稱PGY 的這種狀況 啊 我比較不一樣是說 我直接就是 在這一年就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Gap Year 就是說 去做一年 也不是完全休息 就是說 去做一些 有人會去做一些 跟本科不相關的事情 對 那比較多常看到 可能就是出國撞遊啊 之類的 出國交換啊 或者甚至去 或者說他拿這一年 就是另外去渡個學位 之類的 那我就變成說 可能也不是說 一般像 如果是男生的話 可能 像我們這個 我們這一屆當然 還是我們要去當TIAE 當兵 當TIAE 對對對 不過像我的話 就是變成說 也沒有直接去申請醫院 就是變成 就是做一年 Gap Year的這樣的人生軌 那彭鷹有怎麼樣的做法嗎 就是接下來 再回到醫療本行之前 有怎樣計畫 如果說說到原本 為什麼一開始要選擇 就是直接做一年這樣的規劃 就是說 自己 其實像我的話 就是有比較廣泛一點的興趣 那可能當然你會說 這一年感覺不太值得 因為像做我們這行的 少了一年 基本上你可能會少掉一些優勢 因為一年的經歷 跟一年帶來的收入 其實 就算是還蠻可觀的一個投資 畢竟前面也花了那麼多年的訓練 那就我的觀點來看的是說 呃 可是當你做到一個階段 你會 當你覺得你的生命裡面 怎麼好像覺得 呃 工作的佔比越來越多 對 那我自己 就我自己本人的狀況 我就覺得說 我需要時間去調和一下 那調和說在工作啊 興趣或者甚至健康 家庭 這中間就是 人生的學分就有點跟大學的 又不太一樣 就是說 欸 你還是需要要付出一些代價 那可是當你慢慢生活的比重 工作越來越多擠壓到了你的健康 甚至是家庭 你會變成工作為主嗎 的時候 對 然後那樣的壓力會讓你 產生很多惡性循環的時候 那 有的時候我們會把這個叫做burn out 就是說 欸你開始對你的工作沒有熱情 對 然後甚至侵蝕到自己的生活 對對 那這個時候 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有 每個人有的時間 可能也不一樣 那 在我的話應該算是來的比較早 就是說我會覺得我真的需要這些時間 那去慢慢去調整 就是生活跟工作之間的關聯 那當然是 呃也是感謝就是家裡 就是能夠就是 願意包容 就是支持 讓我這一年去做一個心態上面的調整這樣子 對 其實剛剛說到這個gap year 就是我們說就是休息啦 簡單簡單就是暫停 去想一下 就是 也不是說完全不做事嘛 就是換另一個工作 或者換另一種生活態度 來調整現在自己的狀況 嗯 其實這跟時代力量 然後 和子萌 我們堅持了一點 就是 人 不是工作的機器 人 不是企業裡面的螺絲釘 人就是人 所以我們除了工作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需求 包含跟家人相處 跟朋友相處 跟自己愛的人相處 或者是我們還有其他的生活興趣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這些都共同組成我們的生活 如果今天工作 短時間就算了 如果是非常長時間 非常多年都超越了一切 把自己全部吃掉 就是這樣子 往往我會發現 其實工作效率有加強 真的是 那所以好像人也不知道要幹嘛 回去也生氣啦 什麼的 很多不好的事情都來 像怎麼我現在在外面 有人在外面 跑選舉行程嗎 是 很多人都會說 唉唷 醫生耶 喔 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阿你醫生好好的 怎麼不然繼續做 對啊 你來這麼亂來選舉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就會笑笑的說 對啊 做醫生不錯 還不錯 就如果我們要做 過好自己的生活 也一樣可以幫助患者 用我們的專業幫助患者 都是真的很不錯 只是 對我來講 我想說 那在這個領域之後 還可以做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已經有 非常多很優秀的前輩 非常多朋友 他們是已經是 或即將是成為 我們非常重要 是 專業 而且優秀 有熱情的 醫療夥伴 嗯 但是 如果 在政治領域裡面 我們有幾位 醫師或醫療同仁 我們走到 不同的場合 去用自己的所長 去做出貢獻 是不是 一件不錯的事情 我常常會這樣比喻 就好像一座田 政治 就像這座田裡面的土壤 如果今天我們把這些土壤 把它養好 把裡面的瓦利 把它挑出來 把裡面有毒的農藥 把它排掉 那在這座田裡面 長出來的作物 縱使它的種子再有多好 嗯 它長的努力 我們怎麼樣施肥 讓它長得盡量茂密 很漂亮 其實結出來的果實 結出來的稻穀 也沒辦法那麼好 嗯 如果這個土壤是有毒的 我們沒辦法期待上面的作物 能夠有多健康 這是一定的 所以 對於我來講 我就希望自己成為 不是那個農湖 而是我希望去成為 那個整地的人 把裡面的瓦利 一塊一塊把它挑出來 把裡面有毒的農藥 把它拿掉 讓我們整個高雄那邊政治 就是回歸到一個正確的位置的時候 自然 大家 不管是醫生 各行各業的人 在這邊都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比較好的待遇 嗯 像我現在最近在外面 演講 是 我都會提到 我都會提到 其實好的期間 不是只有在那裡頭 那裡頭的事 而且好的期間 也不是只有在那裡頭的擦擦 其實好的期間 是有專業的人 就去感動 這個專業的人 也不是只有說 我自己是專家 所以我都不聽別人的話 就像我剛剛說的 醫生有專業 但是我們跟人相處 我們要去了解 這個人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要進去試一會 也不只是說把我專業帶進去 我也要把人民的心碼帶進去 但子盟我就很堅持 跟我的志工團隊到 左營啦 男子大街小巷 我自己拿著麥克風 走到裡面問問看大家 跟大家問候 聽大家第一線的聲音 我覺得這是不管是醫師 或者是一個政治人物 都應該做的 但是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卻常聽到 很多民眾說 子盟 你是第一個 願意走到家門口的 醫院候選 你是第一個 很感動 也讓我們認識到 高時代力量的年輕人 是怎麼樣子的 願意走到基層 去跟大家互動 願意支持我 嗯 就像這樣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們今天這樣走 我們不是為了聽到 這樣的戰區生 是 我們只是覺得這 我們應該這樣做 但是我們得到了 回饋卻很豐富 對啊 今天我想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是 今天就是簡單跟大家聊一下說 到底一個醫學生的生活是什麼 那很高興今天請得到的是 我在高雄醫學大學好朋友 許鴻軒醫師 那我是子盟 那子盟現在也是時代力量 左營男子區的 世源候選人 那希望到了年底 可以有各位聽眾朋友 跟子盟 還有跟所有期待 在市議會應該是由專業 理性 而且以人民為 唯一顧念的 市議員到市議會的話 那子盟和時代力量 就願意跟大家一起努力 那今天晚上 子盟先生來看他的節目 就到這邊暫停囉 那我們下次見 也希望年底 我們一起加油 銀匯高雄 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 也謝謝榮娟 謝謝 掰掰 謝謝 還有